原始点手法的正确舒缓 我们在舒缓 既可以帮它解症 又可以让热源渗透进去 所以这就是 我说的我们原始点的绝招 为什么很多重病来 西医也没办法 来到我们这里 就涂姜本瓶然后配合这样 他竟然当下就感受到 就改善 他这样顶进去之后 把他来回 这里还有一个技巧 就是要靠身体压下去 有一点身体往下沉 这样力量就大 然后我再推 这样就可以舒缓到深层 屁股它不一致行嘛 那舒缓这里 我说真的要有一点技巧 它力量也是一样 按 然后就放松了 按 它没有推 它只有按 按 然后按 然后它会自然被顶出去 所以你只有往下沉的力量 按 好就结束了 然后再把肉拨过来 再按 再拨过来 再按 这样 我们一般犯错是放在 按 按推 这里已经都肉软了 你推什么 出去也是肉 那这样力量就完全没有 所以一定就是这样 然后再抓过来 这里我们常常在涂姜粉泥 尤其附水 这些 对 当你在涂的时候 你那个手一样整个贴住 然后稍微按 按推 按推 抓住 不要离开 然后这样 顶进去 那现在我们要涂姜粉泥 那这样 稍微涂均匀 然后整个就可以 这样 你身体可以着力点 然后这种动作很舒服 你这样整个贴住 然后藉由姜粉泥 整个过去 然后我到这里 我还是在用身体的力量 有没有 我整个下去 手指头跟手掌 不能离开他的肉 不能一下子这样 然后又这样不舒服 绝对是要整个紧密的贴住 就是这样每个动作 真的把姜粉泥这样 才能够渗透进去 所以你要涂到肝的时候 你已经帮他怎么样 舒缓 舒缓很久 所以他也可以达到舒缓解症 然后热源又可以渗透进去 所以我常常说这个是变成 常常重病患者 救急的很好方式 这时候干的时候 就是用剥的 有没有 这个谢谢 就把它剥干净而已 这样就马上可以让热源渗透进去 又可以解症又舒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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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